大家好,我是魔法创作士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相信大家都曾经遇到过这种情况吧 就是一不小心忘了口袋里有纸巾 放入洗衣机里洗 结果衣服和裤子都沾满了纸巾 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其实大家不需要将衣服重新清洗哦 这里小编和大家分享两个妙招 快速将这些纸屑去除干净 小编这里特地准备了一件 沾满纸巾的裤子 示范给大家看看 大家一起学起来哦 第一个妙招 就是粘胶除尘器 大家家里有这种粘胶除尘器吗 其表面其实就是透明胶 将它在衣服上的纸巾来回滚动 就可以将纸巾取除 是不是非常轻松非常有效呢 大家可以到各大超市 购买到这个粘胶除尘器哦 如果大家家里没有这种粘胶除尘器 大家可以用透明胶 剪出一小片的透明胶 然后呢 在衣服上 这样子粘一粘 大家看看纸巾都粘在透明胶上了 这样做也可以轻轻松松将衣服上的纸巾 全部去除干净哦 另外黑色的衣服和裤子 常常会出现白色的毛发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去除 第二个妙招 就是百结布 大家的家里应该都有百结布吧 大家只需要将百结布 在衣服上的纸巾 来回擦拭 就可以将纸巾清理干净哦 这样做也不会对衣服造成任何伤害 非常好用 大家看看这样做 不到几分钟就将纸巾去除了 非常的轻松 也非常的方便 大家可以试试看哦 今天这里和大家分享 如何快速清理衣服纸巾的妙招 大家学会了吗 是不是很轻松很简单呢 不需要重新清洗衣服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呢 就分享完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 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 点击我的视频头像 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 每天呢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了